知名信用卡商万事达卡公司宣布,一项新数据发现许多美国人又回到了传统的购物方式,因为5月份的网上零售总额与2021年同期相比仅仅增长了2.2%。相较之下,店内购物金额却大幅度要升了13.4%。 对此专家分析,主要原因是通货膨胀导致消费者不敢购买贵重物品,例如家具,这在疫情期间通常都是在线购买。 此外,店内购物增加的另一个原因是,许多人被关在家中太久,很想要出去走一走,重新体验店内消费的购物冲动。 东西新闻团队洛杉矶报导。